我是阿玉废陀医师July 在今天影片中我想跟大家聊聊 冬季阿玉废陀会建议你如何来养生 还记得在前一支秋季养生影片当中 我跟大家分享了阿玉废陀如何看待秋天 以及你在秋天可以吃哪一些食材 做哪一些生活作息的应变 来达到养生的效果 同样在今天的影片当中 我们会依照一样的脉络 先介绍阿玉废陀如何看待冬天 再来就是看看在冬天哪一些功能性能量增强了 哪一些功能性能量减少了 而因应这些功能性能量增减 所以我们会有哪一些饮食上 以及生活作息上 以及瑜伽练习上的建议 要记得看到最后 今天的影片是你如果看到最后话 会有惊喜小礼物可以拿哦 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这支影片的正题 阿玉废陀怎么看冬季养生 我们说冬天到了 我们在冬天的时候 你会观察到的大自然的现象是什么呢 首先很明显的天气变冷 日照减少 如果你居住的地方是天气冷潮湿 风不大的话 你要注意的是卡帕能量的增加 卡帕能量它是一个水土元素的结合 有所谓冷重年的特性 如果你住的地方是冷 而且风又大 或者是冷潮湿可是海风大 比方说如果你住海边像淡水淡海这些地方的话 那么你就要注意的是可能除了卡帕能量之外 同时瓦塔能量也增加了 我们在前一支秋季养生影片当中曾经介绍过 瓦塔能量它是空间元素加风元素 所以它有冷跟干燥的特性 所以不管你间居住的地方是卡帕能量为主 还是瓦塔卡帕能量为主 你都要小心的就是冷的这个特质 所以阿异废头的阿强亚们发现在冬天除了日照减少 黑夜的时间增强之外 我们体内的瓦塔能量或者是瓦塔卡帕能量会增加 再来冷的能量属性增加了 除此之外还发现到因为天气冷 我们身体排汗量减少 所以我们身体自身的热度会储存在身体里面 也因此我们的阿格尼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冬天 因为外面天气很冷 火元素减少 可是我们体内却因为阿格尼增加 导致于食欲变得很好 所以到了冬天我们的食欲是增加的 阿格尼的能量会比较强 也因为阿格尼能量比较强的关系 所以在冬天我们反而会建议大家 多吃一些滋补性的东西 那么在这样子的大环境之下 我们怎么 我们应该要如何来帮我们调配自己的养生计划呢 首先日照减少 日照减少代表光减少 光减少会对我们人带来的影响 主要是内在大脑部分 你会开始因为看不到 因为光减少看不到东西的关系 很多人会开始有觉得 对于生活的一些兴趣降低了 对于生活的动力降低了 心理医生可能会告诉你 小心冬日忧郁 那在阿育肺头我们会说 主要是因为这个光减少的关系 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的 降低所以从内在或外在来补光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外在补光比方说你多待在光源高的地方 比方说你家里面要开灯啦 或者是你可以开些补日光的灯 有一些灯具的品牌他们有出所谓的仿日光灯 这个灯其实在冬天我们会很推荐 又或者是你家里面要点火 你可以开炉火 台湾应该没有到开炉火的需求 可是你可以点蜡烛 各个不同种类的蜡烛都会很适合在冬天 作为外在补光的一个效果 内在补光的效果有什么呢 在这一支影片当中 我有带着大家做所谓的烛火捷径冥想法 这是一个很好帮你内在补光的方式 让你能够看到你 让你能够把你的心火点燃 帮你代谢掉心中一些 没有办法代谢掉的情绪或者是过往 除此之外我们说帮自己保暖 做外在的保暖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外在补光的一个动作 内在的热度因为Agni的增加 所以一般来说内在你比较不会觉得那么冷 如果你到了冬天 内在会觉得从里面发出来的话 很有可能是你身体里面的消化力也比较低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从食材 或者从瑜伽练习上面增加你的Agni 在我前面的影片当中 我有带大家一起做过增进Agni的瑜伽练习 那在不同支影片当中 我也都有教大家做一些 可以增进Agni的一个食材或是料理 比方说上面这支影片的CCF茶都是很好的 你在冬天可以带入生活可以带入饮食当中的一个的一些料理 好如果你今天住的地方是比较湿冷的 在冬天比较湿冷CAPA能量比较高的话 那么你就要多动 除了保暖之外你更要多动 动在阿玉废陀来说是一种从内在里面生活的方式 运动或者是裹大棉被或者穿暖一些 这些都会让你从内在发汗出来 都会是很好冬天养生的一个方法 除此之外我们说在冬天多泡澡多泡脚 也会对于帮你身体产生热是一个很好的效果 而这个多泡澡跟多泡脚 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你不要泡过头了 OK还有在泡的时候 尤其如果你是进行全身浴或者半身浴的话 你一定要记得补充水分 就是你自己本身平常的油压 可能就是减少油的量或者是改成用干擦法 而除了多泡澡之外 我们说细三温暖跟蒸汽雨也都会有类似的效果 可以帮助你增加热能 可以帮助你多排汗增加血液的循环 平衡你的kappa能量以及vata能量 不管你有没有运动的习惯 冬天都是很适合做运动的季节 我刚刚有提过 阿查雅们发现在冬天阿格尼变高 阿格尼变高会让我们食欲增加 食欲增加的状况下会自然而然 你平常那些不好消化的东西 会变得比较好消化跟吸收 既然食物变得好消化吸收 你的体力应该是要往上增加的 既然在冬天体力比较好的话 我们就会建议大家多做运动 那这个运动不管是有氧类型的运动 或者是重训为主的运动 都会有很好的效果 只是要注意的是不要运动过头了 我们阿育肺头我们说运动的原则就是 当你觉得你的身体开始出汗了 尤其是你的鼻下 人中这一块开始出汗 或者是你的额头开始出汗 或者是鼻尖开始出汗的时候 就代表差不多够了 要慢慢慢慢和缓下来 因为过度的运动会造成你身体的耗损 那除了运动的量之外 运动的场所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习惯户外运动的话 在冬天会外运动 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保暖这件事情 尤其是你的耳朵跟你的脖子 还有额头 一定要记得保暖 耳朵主要是因为耳朵跟Vata能量相关 所以如果你的耳朵受风过度的话 它会让你体内的Vata能量增加 在我开了这个频道之后 很多人来信告诉我 说很开心知道原来阿育肺头 可以这么轻易的融入华人的生活当中 可是我们有很多内容 你可能是之后 久来你可能之后才做介绍 可是我现在就想知道怎么办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推荐一些 目前在台湾找得到的中文翻译的书籍呢 说实在话 目前台湾坊间找到中文书籍 我自己看的比较少啦 可是我知道的那些书籍 大部分都是欧美出版了好多年的阿育肺头书 那这些书不一定是写给一般的消费者看的 所以书中的内容 如果你没有对于阿育肺头有一些认知的话 可能会看不太懂 或者是会有误解的地方 所以一直到目前为止 我还在找很适合推荐的书籍 不过好消息是 由日本作家阿卡利雷帕所写的 阿育肺头灵性身心平衡调洗法 这本书主要是汇集了阿卡利这位作者 他在斯里兰卡跟随着阿育肺头医师 生活多年的一个经验 以及他之后将他当时所学习到的阿育肺头的知识 融入他在日本的生活当中的一个心得以及整理 那书中我发现他介绍了很多关于阿育肺头如何落实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技巧 比方说你可以怎么样挑选自己的按摩油啊 如何做按摩 你可以搭配我们的上一支阿育肺头按摩的影片一起来做练习 他有介绍到阿育肺头的饮食 简单的饮食你可以怎么样来做调整 以及阿育肺头如果你要泡澡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来做一个安排 我看完他的内容之后 我发现还蛮值得推荐的 首先是因为他的做法很简单 那他对于阿育肺头的一些见解跟一些介绍的部分 他没有添加太多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下去 而是遵循了阿育肺头的传统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这一支影片推出的时候 这本书应该已经在台湾出版了 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这本书来看哦 那我刚有说过 在饮食方面 冬天我们的阿育你比较高 那既然阿育你高的话 我之前有提过阿育肺头的重点 不在于你吃的东西 在于你消化的作用 所以既然阿育你比较强 消化作用高的话 我们当然可以吃一些 会比较需要消化力的东西 可是有很强滋补效果的东西 所以阿育肺头非常的赞成 所谓的冬天补身体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说一般 如果你有吃肉的话 我们说一般肉类料理 尤其是炖肉或者是肉汤的这些料理 都很适合在冬天来食用 如果你是吃素的话 我们说一些五谷料理煮的五谷汤 像客家人 台湾客家人的八宝粥 辣八粥都很适合在冬天做达到所谓的补身体的效果 又或者是酒酿 酒酿汤圆这些带有甜口味的 带有黏腻口感的这些食材 很适合在冬天来使用 不过要记得如果你的消化力比较弱一些些 比方说像我前一支影片提到的 一到了冬天或者是平常吃东西就很容易放臭屁的话 你知道你的消化力比较差 那么你在你的这个甜腻口感的食补的料理当中 你可以多加一些助消化的食材 比方说姜啊 如果是甜口味的话 你可以加肉桂啊 或者加绿豆蔻肉豆蔻这些食材下去 所以冬天阿玉废陀的养生的重点是 以煮过的食物为主 再来就是高滋养性 可是要好消化 所以我们会建议在食材上面做不同的搭配 来达到这样子的效果 那很多阿玉废陀的书会说冬天卡帕能量高 所以你在饮食上必须要吃一些可以平衡卡帕能量的饮食 比方说辣口味啊 或者是色口味或是苦口味 那在阿玉废陀的传统来说 我会说辣色苦主要是有削减的效果 有削减效果的口味的食材 主要会是在春天来使用会比较好 它有帮你倾斜的效果 它有帮你提高代谢力的效果 那冬天我刚有提过 你的Agni本身就已经是强的了 既然在冬天Agni本身效果是强的话 我们会比较建议的是借力使力 既然Agni强我们就多吃一些 可以让Agni消化钢或滋养我们身体的东西 而不是说在冬天拼命做节食 或者做断食的效果的这些事情 如果你要断食或者是节食的话 请在春天再进行 好刚我们提过了阿玉废陀如何建议的 对啊在冬天透过生活作息 居家调养以及饮食来做一个养生 除此之外 如果你要做瑜伽练习的话 所有的体味法都适合在冬天练习 尤其是会让你出汗的这种瑜伽的练习 如果你不想做体味练习的话 也可以透过呼吸来做调整 一个最简单的呼吸法 叫做日呼吸法 我们叫它Surya Beta Pranayama 重点就是你吸气的时候从右边吸气 吐气的时候从左边吐气 OK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跟我一起练习 不需要用到手 把眼睛闭起来就好 好我们先把我们的呼吸调顺来 接着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右边鼻孔 如果你不知道右边鼻孔是哪里的话 用手按一下 你就知道右边鼻孔是哪里 注意力先放在右边鼻孔上 吸气 吐气的时候注意力还是放在右边鼻孔上 重复这样子的呼吸三次 不管你的呼吸长短 自然的呼吸就可以了 注意力放在右边的鼻孔吸气 注意力放在右边的鼻孔吐气 好 下一次吸气的时候注意力放在右边鼻孔 吐气的时候把注意力移到左边的鼻孔吐气 再一次观想你的右侧鼻孔吸气 观想你的左边鼻孔吐气 重复三次右边吸气 左边吐气 自己带自己做最后两次 好接下来自然的呼吸再慢慢把眼睛张开 好 所以在冬天如果你觉得身体很冷 或者你觉得对于外界的一切事物都提不起劲的话 你可以试着用这个日呼吸法看看 吸气的时候右边吸气 观想你的右边鼻孔吐气的时候左边吐气 观想你左边的鼻孔 让太阳的能量带入你的身体当中 帮助你滋补你的阳气 让你比较有精神 OK 如果你是晚上睡不着觉的话不要练习这个 晚上睡不着觉的话有其他的呼吸法 那这个是比较简单适合在白天 或者你需要有动力 可是却缺乏动力的时候来练习 好 所以在今天的影片当中我跟大家介绍了 阿玉废陀怎么看冬天 以及在冬天的时候你如何能够运用你的饮食 你的生活作息 居家的调养 以及瑜伽练习运动 甚至呼吸法来达到一个养生的效果 好 如果你对于我刚刚介绍那本书有兴趣 想要免费获得那本书的话 你可以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 跟我们分享你平常冬天是怎么做养生的 那么到12月25日的时候 我们会抽出 由和平国际出版社寄送两本书 各寄送一本书给心理的得主 那有兴趣的朋友 记得在影片下方留下你冬天的个人养生法哦 在今天影片当中 我跟大家分享了阿玉废陀的阿乔雅们 是如何看待冬天 以及简单的冬天居家的养生法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 那接下来我会拍摄更多类似的影片 提供大家做参考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Namaste 我会拍摄更多类似的影片 我会拍摄更多类似的影片